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开始先按赞 然后帮我按分享 开订阅 按小铃铛 先按订阅会越来越精彩 我告诉你每天都有精彩的节目可以看 凯道的选前之夜呢 尽常当选密码 留言告诉老师你支持谁以及原因好不好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的造势人非常之多 三几万人 民进党的造势呢也非常可观 也是几万人 然后呢 克文哲的造势呢也不遑多让 台南赖清德的本命区 居然跑出了一两万人出来 而且还有西家带卷 不是光年期的有老的 像我这么老的 然后呢 还有桃园挤爆 这是克文哲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吧 这次的选举 大家心各有说述 好 所以呢 年轻人到底或者老年人他希望的是什么 你这每一张选票都非常重要 来 我们先按赞分享 开订阅 按小铃铛 接下来 首场的大造势 克文哲 吴欣宜16日在台南举办首场大造势 指导赖清德的本命区 现场涌进人潮聚光统计超过一万人看到没有 狭道而行 好远哦 然后呢 除了蓝色的克文哲的旗子以外 还出现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旗海飘扬 Tifoni蓝加上呢 这个就是不像深蓝的蓝 是稍微点浅蓝色 带紫色的Tifoni蓝 然后呢 加上红色的旗海飘扬 看到了没有 他们走进场20分钟走不到他的主要的舞台 两个人走快20多分钟 所以你说他没有人吗 不见得 还有很多隐藏在键盘下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凯道的路权 选前之夜明年的1月12日的凯道路权 确定无民众党拿下 照惯例呢 舞台搭建灯光音响及布场需耗时至少一天 但偏偏前三天都被民进党借去了 民众党能否成功在凯道举办造势吹票似仍有变数 好 所以呢 他的舞台啦 还有灯光啦 还有那些喔 非常逊丽的那些呃 电视墙啊 到底呢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在11号 1月的11号 民进党的造势到晚上10点以后 就算拆舞台都要拆到隔天 那民众党如何在隔天马上把舞台搭建 这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大家应该很清楚吧 他总不会站在总统府前面吧 没有舞台站在总统府前面吧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总统府前面一定有鞠马嘛 不会让他进去 所以 你们有个概念喔 到底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来抢攻这一块 选前之夜的造势 我们来继续听 好 世界当选 世界都是在凯道举办当选之夜的候选人当选 总统大选在凯道 格兰大道 选前之夜的大型造势活动是自2008年开始喔 3月20日国民党的马骁配举办造势 2012年的1月13日国民党的马吴配举办造势 2016年的民进党的鹰人配举办造势 2020年的民进党的鹰德配举办造势 看到没 连着世界都当选了 在凯道之前 但今年是2023年 八百公运最后一年 那八百公运最后一年呢 到了2024年 已经接到九十火运 到底凯道有藏着什么样的密码吗 我们继续看 各党选前之夜呢 民进党虽然没有抢到选前之夜 但也取得1月9日之11日的凯道路权喔 选前之夜地点仍待定 12月18号的资讯 国民党这次也抢输喔 但侯以于竞选办公室早有复安 那就是回合于新北大本营与板桥地运动场前的广场举行 今年的萨方在西北方 今年的五皇萨方在西北方 那今年的流年呢 2023年的农历是12月喔 先讲清楚喔 农历的12月 是乙丑月 乙丑月刚好在牛的位置 那他的冲撞去在哪里 在卫喔 在羊的位置 好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呢 他那个月是会到侯有余的本命喔 属鸡 属鸡的本命 但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他不能抢到凯道 基本上 已经失去了一个 可能当选的机会 因为新北的肇事 虽然他回防了在新北的肇事 但是他要抢的是全台湾人民的支持 好接下来我们来用五皇萨卫 今年的风水图呢 九宫风水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以台北车站那边来算的话呢 总统府那边的话呢 是正西方 正西方的话呢 算是偏财位 那等一下把这张图给大家做参考 那么板桥的位置呢 板桥的位置呢 应该是在南方 比较接近南方的位置 如果我们以台北车站来划分的话 台北车站刚好在正北方的位置 那总统府这边的话呢 往前面走的话 那边就是正南方 那这边是正西方 他的后面呢 刚好西门町那个刚好正西方 凯达格兰大带刚好正东方 刚好正东方 中公的位置呢 是文昌卫 文昌卫 如果民进党一下杀掉了三天的路权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 今年的五黄煞位是在西北方 在这个位置 今年的二黑巨门星 是非位在正东方 在宝的位置 今年刚好在宝年 所以今年的是非特别多 选举的是非非常多 好 小人位在东南方 东南方呢 靠近新殿那一区 新殿那一区 那么呢 如果在板桥那一区的话呢 我们这样算好了 从台北车站那边是北方 往南走的话呢 就是万华 万华的话是在这边 那万华是在 万华是在那个 刚好在西方这个位置 这边万华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万华在 万华刚好在总统府的后面那边 过去就万华 比较接近这里 那板桥就比较接近这个位置 但是板桥的西南方呢 但是他离凯道还是很远 离凯道还是很远 为什么民众党抢得到 国民党居然抢不到 连一天都没有 民众党还抢到一天 就算是民众党他没有搭建舞台 用游行的方式 用一部大卡车 他做造势 我相信那不是重点 不是灯光多迅烂 而是你的证件要多好 因为隔天要选举嘛 对不对 他就算一部呢 12轮的大卡车来当做 当做他的主舞台的话 我相信都还不是太困难 因为车子可以直接开进去啊 二十轮大卡车也可以嘛 对吧 连接车也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国民党没有选到那个地方 没有争取到凯达戈兰大道 总统府前面就是什么 就是进入总统府最近的地方 那基本上没有在凯道 他也可以选择在二八公园 二八公园也够大 对吧 就在隔壁嘛 也没有太差 但为什么要在板桥呢 而且板桥 西南方是跟西北方是连接的 这对国民党来讲不是太有利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整个风水上来看的话 要进入总统府最快的位置 就是在凯达戈兰 那么靠近右边 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呢 好 那么正西方在这个地方 那他靠近右边的话呢 在靠近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的这个二八公园 这个地方去做造势也是可以 蛮可惜的 因为台北市政府的位置都比板桥更好 不是吗 国民党应该去争取台北市政府的位置 都比板桥更好 应该可以多早一两天在台北市政府前面 广场造势 还有二二八公园造势 如果这样的话呢 他就围住了总统府 大家听清楚吗 因为呢 总统府后面就是去旺华 旺华再往后面走就是板桥 那板桥那边呢 就算是正西方 正西方 那如果是在台北市政府的话 他是正东方 他比较接近东方 中校东路 高近中校东路 台北市政府地方也蛮好的 有点可惜 如果只是在那个地方做造势 是有点可惜 因为国民党这次的气势还蛮强的 虽然民众党的气势也不弱 但是有点可惜 那民进党抢下三天 你看到没有 民进党抢下三天 就是打算不让国民党 进入凯塔格兰大道 这是一定很明显的 那没有抢下 是不是可以在他旁边呢 这个都是一个方法 那我想呢 这是不管国民党要怎么样做的 我是觉得在风水上来讲的话 比较接近总统府是越来 是当然越好 接近总统府的地点是越好 什么叫总统府 大家知道吗 文武百官朝圣之地 不是吗 当然文武百官朝圣之地 当然是总统府是最好的 能够进入总统府一定是文武百官朝圣之地 古代呢 紫禁城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好 双方互卡 卡了卡去了 好 民众党除了争取凯道路权外 也拿下1月13日选举当日北平东路的路权 不错 他聪明了 将对赖清德竞选总部前选举胜选之业产生影响 那赖消竞选总部呢 前北平东路的路权呢 被民众党给抢到手 也就是说 如果赖消配胜选 很可能没办法在竞选总部前举行 举办胜选之业的活动 看到了没有 果然是智商157 果然是智商157 国民党会选举的方式呢 是用旧的方式 现在选举用新的方式 不能这样救的方式 被平东路 被抢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所以藏着什么密码 你们自己好好想 好 选星孔大遍天 当选密码能否作效12号 2024年1月12号呢 星期五 好我们来看一下 星期五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今天要好好跟大家解析一下 这个密码里面藏着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1月12号 1月13号是 好1月12号是农历的12月号 以丑月的以害日 民众党如果拿到这一天的话呢 他要小心呢 有人知识闹事 太阴化祭 知识跟闹事 会有人知识闹事 所以呢 凯达格兰大道的民众党之夜呢 就是在1月12号以害日 要小心呢 因为害刚好是五黄煞位 所以呢 会有人知识闹事 民众党这一天的话要小心 那哪一个时辰要最注意呢 因为是害嘛 害是晚上哦 好那他们选闲之夜一定是从 傍晚开始就会有人进场嘛 到晚上大概10点左右嘛 因为要坐捷运回家嘛 好那以害日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以以害日来看的话呢 好这一天的日子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这个农民历跟一般农民历不一样 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你看我的早安尼好的那个时辰 我两个时辰不一定是两个时辰都很好 两个时辰不好也不一定两个时辰不好 好如果是五点到七点那个时间呢 并不是非常好 就是五点到七点 会有零零星星的问题出现 因为那个时间点呢 是已有 以害日的已有时 有时的话呢 是笔尖开始就会五点钟开始 五点半以后呢 寻空朱雀 然后呢加上黑道 那不是真正的黑道会不会来 我不知道穿白布鞋的嘛 我不知道会不会闹事 他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呢 是在八点到九点 九点过后的话 有狗食跟天兵 代表呢会有天狗 天狗就是犯小人 所以那个时间呢 可能会有人闹事 所以要特别小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民众党在那个时间点要特别小心 好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接下来的话 害时 害时的话呢是 我们看到七点到九点 九点过后 九点到十点到十点半 这个时间都非常好 九点过后的时间都非常好 所以呢 如果主政者要谈政见的话呢 七点到八点 九点到十点 这两个时段最好 其他的就可以用立委啦 或者用一些人啦 来带动物啊 唱歌喊话 我想呢 这个呢舞台不在大小 而是在凯达格兰大道 接近总统府的气场 好我想呢 台湾的总统选举 今年是最热闹的一年 那我跟大家讲解一样 这个风水上呢 也好啦 或者是当天的时程也好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再往前一天的话呢 民进党的 十一号 他也是在农历的 农历的 我们来讲他的十一号 如果是十一号的话 是贾旭日 贾旭日跟十号是魁有日 厉害 总共三天的肇事 那九号十号 连着三天 其实十一号对他来讲 并不是非常好 贾旭日 贾旭日对赖清德并不是非常好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看一下旭 九号是认生 认三家魁有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时程 如果是民进党 我很公平 我没有特别对哪一党特别好 来 非常公平 来 因为当老师要公平 公平公正 认生日的时程的话呢 也是只有 来 也是七点到八点的时间是最好的 然后呢 九点到十点的时间比较好 就是七点到八点 但八点到九点那个时间不好 九点到十点时间比较好 那个是九号的时间 那如果是十号的话呢 魁有 魁有日的话呢 晚上时间基本上都不是很好 只有九点到十点 只有九点到十点一个小时比较好 其他前面的时间都不是太好 所以呢 而且是魁有 魁有的话又是以月的话呢 造势应该没有太大的功效 连着三天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等于是说他三天造势 用三天来造势 功效并没有一天或两天的好 等于是说 整个的时间上 因为他好的时段 比较好的时程 大概都是只有一个多小时而已 没有非常多的时间 一天里面 就他比如说九号十号都是一样 那十一号那天假叙日 其实对耐清德来讲 并不是很好 假叙日 假叙日的话太阳化祭 太阳化祭我们来看一下 耐清德是挤 甲挤和土是还好 晚上的时间也是 9点到10点半的时间比较好 那7点到8点那个时间 就是11号 12号日子比前面三天都好 就是1月12号的日子 比前面三天都好一点 那因为这个是假叙 那是以害日 所以假叙跟以害日差别在哪里呢 以是指挥化科 以害日那天当天的话是初二 就是12号的初二 隔天要选举 那天的日子是非常好的 对课问者来讲非常好 好 所以呢 造势不再多天啦 造势是在证件跟对得民心啦 那就藏着很大的密码给大家做参考 好不好 那今年的选举恐怕会变天落 好 那么台道选前之夜 竟藏着当选密码 国民党应该要好好再思考一下 再申请一些时间 在接近总统府附近的地方 好 所以呢 其实呢 马英九的基金会那边 其实张仑花基金会那边 也是蛮好的 那地点 不过呢 我想呢 不管如何 拿出一个好的政策 拿出一个真正会 我们找出一个真正会做事的人 这些当然会藏着当选的密码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开订阅下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